红莉对甄嬛说过的那些套路话 难道甄嬛真的看不出来吗 第一次刷新机时红莉和缓缓出见 红莉上来便和缓缓说 亲政殿外摇摇一剑 儿臣觉得婉娘娘十分亲切 一个孤苦无依的孩子被亲爹养在外面 除了逢年过节 别的时候都不能进宫 这样可怜的孩子 一下子就击中了缓缓的怜悯之心 示好之后就是试探 红莉楚楚可怜的问缓缓 儿臣只想问婉娘娘一句话 皇阿妈是不是不喜欢我 红莉在试探婉婉 是不是瞧不起出身不高的自己 婉婉情商多高呀 非但没有看清红莉 还给她鼓了劲 别人如何亲见你都不要紧 重要的是 你自己别亲见了自己 来日 别人自然不敢亲见你分好 这一次的先机 是红莉在给自己找盟友 第二次刷先机 是婉婉再次去圆明园 小可怜红莉从假山上跳下来 婉婉一见小似 就亲密的给她拍着身上的图 我怕跌着 除了嬷嬷 没人这么关心我 傻孩子 还告诫她不要去危险的地方 小四还是想见四大爷 说皇阿妈来这里了 想给皇阿妈请安 环婉虽然受宠 但是也不敢随便插手皇子的事 这一次 红莉并没有用语言去试探她 而是靠行动来试探 在小四走的时候 给了环婉一个草环 接草闲环 这个草环 就是环婉和红莉的母子之情的桥梁 更是让环婉知道 自己是懂得感恩的人 这一次的心机呢 是对环婉人品的试探 这是红莉在试探 环婉能不能担当后妈大任 第三次刷心机 就是四大爷考察四阿狗攻克那夜 叶兰一问小四会不会 红莉说 不会 宁娘娘说我苦毒 也就是我笨 所以要都花些时间罢了 否则 进书房 是否要责罚了 等叶兰一走了之后 可前几日 额娘才听你背过 而且文艺皆通 字字详数 四阿狗 马上开始掏钱 额娘凡事不许张扬 二字耳如木人 自然明白 母子一脉 儿子 当然像额娘了 把甄嬛 哄得开心的红莉 紧接着就开始疯狂套话 三哥是长子 他会不会当皇帝 此时甄嬛已是皇贵妃 那关于皇储的核心机密 红莉以为后妈肯定知道了 心机套话 这就开始了 环环哪里敢说 直接说老娘也不知道 紧接着就说 小弟红燕 要是当了皇帝 哥哥会很开心 阿扑 六弟当了皇帝 二字就高兴了 这当然是在试探环环 宫斗冠军环环给出的答案是 而且额娘 也不喜欢她当皇帝 红莉的这次试探至关重要 环环直接给了红莉 可以争夺皇位的希望 只有贤能者才能胜任 红莉跟甄嬛耍的小心机 难道甄嬛看不出来吗 当然能 只是看破不说破而已 看环环怎么应付心机红莉 第四次耍心机 是红莉被斯大爷封了宝亲王的时候 他来和甄嬛报喜 上来便说 可是六弟还没有被封亲王 就差直接问环环 现在皇位就在我和六弟手里了 妈 你看我俩谁有机会 本来就想让儿子红燕 快乐度日的环环 直接毫不避讳的回答 而且额娘希望 他的亲王之位 会由你来封 接着还指点红莉 你的心思不要让别人知道 要注意低调行事 喜怒不行于色 心事勿让人知 更别叫人 可以轻易揣测你的喜悟 这第四次试探 环环给了红莉准确答案 面对红莉的几次心机套话 环环短短几句话 一是先把自己摘出来 皇储的选择 哪是一个嫔妃能干涉的 二是把自己亲儿子红燕摘出来 皇上这种职位 谁爱当谁当 反正我儿子不当 三是让红莉对甄嬛母子放下戒心 我们娘俩表示对皇位不关心 听完这段话 红莉果然就妥妥的跟在甄嬛身后 等待皇储之位 也并没有对六阿哥做出什么事情 想要跟环华傻心眼 红莉还嫩得很 当上皇帝的心机红莉 会放过六阿哥红燕吗 红莉上位皇帝之后 和甄嬛的那次对话 才是全剧最佳心机时刻 如愿上任皇帝的红莉 去给太后环环请安 无意间就和环环聊到了 这又是一次试探 红莉说到了 姜氏宠爱幼子 更是提出了死亡问题 亲儿子都这么偏心 若是养子 又该如何 皇患早就料到了 红莉一定会向红莉发难 所以直接顺水推舟 让红莉来了个认祖归宗 成为了果亲王一脉 让红莉入似果亲王一脉 红莉的这第五次试探 环患给红莉吃下了定心丸 让红莉明确的看到 她亲自抹杀了红莉夺位的机会 更是让红莉感恩甄� 看见了吧 环患面对心机红莉还真是有一套 红莉的第一次心机 让她有了回宫的可能 第二次心机 让她在后宫有了靠山 第三次心机 让她有了奋进的目标 第四次心机让她踏实 第五次心机让她感恩 这五次充满心机的对话 环患都听得是明明白白 红莉对她来说 刚开始是伙伴 后来是依靠 最后是仰仗 因此面对红莉的次次心机 甄嬛都迎刃而解 红莉的每一步都在向皇位靠近 甄嬛的每一步都让红莉踏实无比 三观一致的母子二人 一直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所以两人的联盟 在一次次的互相利用中 变得坚不可摧 虽然在剧中 红莉对红莉缓缓处处都是套路 但是历史上的乾隆 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孝子 在乾隆boy的尽心侍奉下 纽霍鲁士以86岁的高龄 寿终正寝 要知道 在古代医疗条件落后的情况下 一个宝京后宫尊重的女人 能活到60岁以上 都是相当服气了 乾隆和康熙一样喜欢男学 她每次出游 都会带着自己的妈妈 根据史料记载 太后的寿臣是一次比一次隆重 还大兴土木给妈妈 建造了一个园子 清姻园 也就是后来的颐和园 还把翁山改名为万寿山 在山面前 给纽霍鲁士建造了一座寺庙 专供他拜佛祈福之用 乾隆boy可真是一个妥妥的大孝子 所以各位宝宝看剧归看剧 剧中角色请勿与历史匹配 本视频就到这里了 看到这里还不给我点个赞 下期再见咯 关注冷婶 每天分享你不知道的后宫趣事 震了个惊 原来红艳不是甄嬛的儿子 而是沈梅庄生大 当然我说的不是甄嬛传剧情 而是沈梅庄的历史原型 梅姐姐是我最爱的角色之一 所以我今天就和大家来唠一唠她 沈梅庄的历史原型 是雍正boy的千妃刘氏 管领刘满的女儿 通过内务府选秀入宫 注意哦 历史上的刘氏 雍正七年才入的宫 而剧中的梅姐姐 是雍正元年时选秀入宫的 15岁的刘氏进宫后 便被封为了刘答应 可不是刘贵人哦 因为她的家世啊 没剧中那么牛 但梅姐姐的受宠程度 可是比剧中还狠 你看她雍正七年进宫时答应 第二年正月的时候 就成了刘长在 两个月后 被晋升为了刘贵人 刘氏进宫的时间 加起来还不到一年半 位分上已经变动了两次 可见她在四大爷心里的存在感 还是很高的 刘氏入宫比较晚 已是雍正的中老年时期了 她比甄嬛晚了24年 历史上的梅姐姐 并没有生下镜和公主 而是生下了一个二个 进宫两年后 刘氏怀孕 次年便生下了黄六子红燕 生子第二天 便晋风为了贫 风号为千 千贫就是刘氏 生前最后的职称了 雍正之后 再也没有给她晋升过职位 红燕的身份很特殊 她是四大爷的最后一个孩子 也是十年间雍正后宫中 唯一生下的孩子 不用想都知道 55岁的雍正对这个小儿子 有多宠爱 作为红燕的四哥 红利有点忌讳也是正常的 要是四大爷再多活几年 红燕再争点气 这皇位还没准会一主呢 乾隆登记后呢 尊风刘氏为黄考千飞 乾隆32年千飞去世 享年54岁 为了表孝心乾隆还挫潮了三天 且把千飞的官果葬入了太灵妃原寝 曹秦末竟然是雍正的初恋 今天我要说的是曹秦末的原型 雍正的冒贫宋氏 别看剧中的曹秦末有点不受宠的样子 皇上见他也就是因为瘟疫公主 历史上的曹秦末啊 可是雍正的第一个女人哦 宋氏 康熙年间入的王府 侍奉当时还是阿哥的印珍 康熙33年时就很争气的 给刚刚16岁的雍正生下了皇长女 这么说吧 曹秦末生孩子的时候 华妃本人还没有出生 这下就知道曹秦末的自历有多老了吧 当年 茂平生下了印珍的第一个孩子 可皇长女还没有满月 便夭折了 康熙45年 茂平又生下了皇三女 也不知道咋的 这女儿也没有满月就夭折了 雍正登记后 宋氏被册封为了茂平 这个茂啊 是美好的意思 在四大爷心中 自己的初恋还是很美好的 或许是花五百日红 曾经受宠的宋氏 也慢慢的被雍正遗忘了 因为紧接着 雍正就迎来了他的年妃 他的乌拉纳拉是皇后 以及给他生了四个孩子的祁妃 之后的很多年 没了两个女儿的宋氏 再也没有给四大爷生下一二班女 当自己的老公成为皇帝时 茂平已经45岁了 雍正八年 茂平逝世 享年53岁 葬入了泰陵飞远寝 注意哦 他是雍正飞远寝中唯一的嫔 或许是四大爷念在初恋的份上 给了茂平这份尊容 宋氏作为雍正的初恋 死后又摊上了个唯一 对于茂平来说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因甄嬛战而出名 但实际在历史上 存在感却很低的雍正后妃 都有谁 首先就是雍正最神秘的妃子 鸟妃本妃 本来我以为历史上没有这好妃子 谁知道还真的有 而且和剧中的安玲蓉一样 这个妃子曾经无比受宠 之后也莫名被连降了两极位分 历史上的安玲蓉 她的资料只有短短的一句 雍正时为贵人 死于乾隆十四年到十五年之间 你发现了没 连她的官果都不配葬入太陵妃原寝中 这也太惨了吧 我又去查了一下四大爷的妃子 在雍正的妃嫔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 另有安氏由妃降为了贵人 适不适合电视剧对上了 到底安氏发生了点啥 让四大爷如此动怒 能使是真的不知道 要说雍正最神秘的妃子 非安氏莫属了吧 还有一些大家问了好多遍的雍正妃子 今天冷神也提一提 鹰答应原称蓝鹰 这位妃子也没有葬入太陵 这个就是毛小彤饰演的 英贵人的原型啦 春常在雍正十三年正月 入住楚秀宫 称楚秀宫姑娘 同年雍正boy嫁崩后呢 乾隆把她封为了春常在 在她去世后被葬入了太陵妃原寝中 云慧无名分 也就是四大爷的官女子 约雍正九年病逝 乾隆年间被追封为了云答应 她在《真还传》中 是让人恨得牙痒痒的鱼婴儿 也是宫锁珠连中舒畅饰演的云品 没想到吧 这么一个微不足道 正史记录中连一页纸都写不满的嫔妃 竟然也会被影视剧选中 去仔细刻画这个人物 英文正的后妃 全因为《真还传》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那些曾经有过美好的不美好的嫔妃们 早已离开我们有三百年之久了 对于他们的神秘过往 我们因为影视剧对他们产生了无限的遐想 龙婶致力于挖掘历史人物故事 给你们送上真实有趣的内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喜欢龙婶的给我点赞评论吧